李女士想不通 丈夫对学习的态度为什么会大变 曾经他们由于学历不高 找工作屡屡碰壁 是丈夫掏钱鼓励李女士进修了三年中专 这才有了李女士后来较好的发展 可现在在儿子面临升学的关键期 丈夫却屡屡高歌躺平 这是他怎么也无法接受的 可周先生却认为 儿子现今压力过大 效果却不大 那么就理应顺其自然 而不是人为的把孩子赶牙子上架一般逼迫学习 夫妻俩如同针尖对脉盲 谁也无法说服谁 而事实上 这种分歧一直是这个家的常态 儿子今年15岁 夫妻俩为此争了15年 小孩子的这个培训不能这个弄弄 那个弄弄最后啥也没弄出来 钱又花了嘛 你们家是这里弄弄 那里弄弄 弄弄了有五六样的跆拳道的培训 钢琴的培训 街舞的培训 国画 还有那个文化课的那些一对一啊 那些就不说了 是吧 那些都有 上这个培训班我就后面只能变成迁就嘛 就被动接受这种 你为什么你内心是不接受这样的方式 基于我的理解 因为我从小就在农村里长大的 我们就是放养的那种嘛 回到家里啊 还要去帮他做农活啊 还要去玩啊 去干嘛的啊 游泳各种什么样的东西 在玩的时候嘛 去学习一些生成技能嘛 但是他是我老婆 他是城市里长大的 他不希望跟小区其他的那种混在一起 你觉得你那种的好处是什么 我的这种好处就是社会适应能力比较强一点嘛 他不知道那些小孩子的 他不能在家里 因为他在家里 他玩游戏没人管 然后他跟人家出去没人问 他曾经跟小孩到楼顶晚上十点多 去了好几次 最后一次我抓到是七八个小孩 在我们家那个楼顶 已经是三十多层了 女的小孩就站在里面 男的小孩就站在外面 就是爬在那个上面站着玩啊 聊天啊 万一之间发生矛盾 一个不小心呢 因为我们小区已经发生这个事情了 而且又没多久 我们小区里有一个小孩子 十七岁 跳楼死掉的 那也是这一年没多久 在你心里有哪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吗 培训学校会好一点啊 他觉得就是说 我把他让他自己到处去玩了 他学坏啊 或者小孩不见了会干嘛呢 他给钱的那些他就相当于买个心安样的 所以我这个是不接受的 他小的时候可以玩的时间 要给他一些足够的时间给他玩 他玩够吗 李女士一声痴笑 表明自己对丈夫的放养理论极不认同 在他看来 儿子如果和小区的孩子们瞎混 既不安全又不放心 夫妻俩因为工作都没有很多时间管儿子 李女士只能想到把儿子放在一个又一个培训机构 虽然辛苦至少安全 但与之相对应的 随着家庭教育支出占比越来越大 夫妻俩的观念分歧也越来越明显 以至于到了后来无法达成一致的他们 不得不选择了一种最伤害感情的方式继续婚姻